现在是美国的暑假期间 中学很多的孩子们都放假了 所以很多家庭都带着孩子们纷纷出游 但出游的目的地各有不同 当然有人去迪士尼乐园 有人游山玩水 憋了一年 孩子们出去玩一玩 父母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 这在美国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活动 因为美国的这个国家冬天的假期比较短 那么假期的长度的话比较长的 能够真正痛痛快快玩一玩的 还是在暑假期间 还是在暑假期间 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去了一趟华盛顿 我看到的这个现象呢 对我还是很冲击的 很有震撼的 我是去了华盛顿DC啊 看了几个博物馆 尤其是那个 Smithsonian的这个博物馆 比较大的 并没有那个全部看完 其中我看的是一个比较大的 有各种各样地质啊 地理啊 石头啊 岩石啊 空间啊等等 这样的一个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的话呢 是一个比较好的博物馆 我到了那个这个博物前面一看啊 真的感觉很震惊 非常震惊 天气已经很热了 历日奄奄 从广场上 博物馆前面的这个广场上 就是人山人海 成群结队的孩子们 有很多都是学校的老师家长 带领的几十个 一群一群的 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啊 华盛顿地区的是最多的 这些孩子们 很多都是穿着统一的这种T恤啊 颜色蓝色啊黄色的这种T恤 成群结队的来参观这个这个博物馆 挤得水泄不通 博物馆前面的这个人行道上啊 很宽的这个人行道上 就已经全挤满了啊 到了博物馆里面 也是人山人海 有趣的你可以看到啊 就旁边那个那种啊 食品销售的车呀 美国经常可以看到那种食品 这个车本身呢 就是一个小商店一样 小餐厅一样 它卖一些三冰制啊 冰淇淋啊等等 到这种车 这种车通常的话呢 是街道上是一辆也不会说是排成长龙的 因为这个生意大家都是一样的 那排成长龙呢 没有这么多的顾客 对吧 所以是喜喜拉拉的排列 可是在这些博物馆前面呢 这些食品车啊 因为这孩子们太多 参观的人呢太多 所以它呢 这个需求就比较旺盛 结果导致这食品车呢 就排成了一列长龙 一辆顶着一辆 像一个城墙一样啊 排列的很远很长 都在销售各种各样的三明治啊 汉堡啊 冰淇淋啊 饮料啊等等这些东西 因为参观这个博物馆的人非常多 走进这个博物馆以后 你可以看到里边的人也是同样的 是人山人海 还有很多这个家长带着自己全全部的孩子 经常是三四个四五个 排成一个小团 人山人海 乌央乌央的 哎呀 那个人生顶沸啊 都是这样的 在走 这个博物馆里面的展品啊 展览的设计啊 也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至少在我看过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面 它的专业化水平是最高的 真的 我讲老实话 我对地震呢 什么之类 很多的这些地理啊 科技方面的知识啊 是了解的算多的 但是我在这个博物馆里 也是第一次看到断层的切片 我们都知道断层啊 搞地震研究 怎么会不知道断层呢 但他把它做成一个切片 把断层的整个的这个活动的这个过程啊 把它展示出来 你通过这个切片啊 你可以清楚的看到 这个断层里面的土壤 这个石头啊 是向你这个方向正在移动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 断层的另外一面呢 它是向内部去运动的 它是两个方向 形成的这个断层的这个运动 那当然它就会导致地震的发生了 对吧 还有很多的这个现代的科学仪器呀 传感器呀 你可以亲自操作 看到那个地震信号怎么 因为你的敲击 它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地震信号 表明地震就发生了 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宝石啦 钻石啦 这个陨石 看到的这种 收集到的这种 天上掉过来的云铁 铁质的这种陨石啊 真的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块的 含铁量这个陨石啊 它切开来有一个泡面 很多人类啊 使用这个铁的物质啊 做成大家做成刀啊 剑呢 做成兵器啊等等 我相信呢 最开始可能就是从 天上的铁质的这个陨石开始了 因为在过去啊 在过去的这个历史时期啊 云石对活动的在地球上 遗憾的发现 中国人太少了 中国的学生也太少了 我觉得可能每天的人流量啊 因为是假期嘛 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呢 白色人种的这个学生啊 还有家长 这个比例占的是最高的 我觉得这个比例可能要超过80%以上 85%甚至到90%啊 这么高的这个比例 当然还有一些可见的 如果把其他人种族的这个比例啊 放大到整个的白种以外的 那这个群体 那么就是包括印度啦 包括什么拉美 全算上 那可能这些可能会占到20% 我曾经很努力的去寻找 亚洲人的面孔 尤其是中国孩子的面孔 但是很遗憾 看到了一些非常少 整个一个大餐厅啊 因为中午吃饭嘛 大家都聚到这里来吃饭 我只看到两桌 起身的时候又看到了一桌 那这个里面简直是 给我的感觉就是数百啊 数百桌这样的一个 就大家都知道西方人中午饭 也就是吃个热狗啊 吃个三明治 葱葱茫茫喝点饮料 起身就走 那么下边一桌 你就接着就坐那 所以它是非常频繁 人流人来人往 在这种状态下 我仔细的在找 那也就看见了这三拨人 这是中国人的 其中有一桌还在说中国话 给我的感觉就非常不好了 都说中国人考试很厉害 都说中国人是学霸 都说中国人在美国的大学里面 怎么样怎么样出类拔萃 但他们对科学是喜欢吗 是真的喜爱吗 我在美国的这个博物馆里面 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连人都没有看到多少 我怎么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是不可能的 他们并不是发自内心的 因为喜爱 因为真正的喜爱 科学而去追求科学 他们可能更多的 还真的就是为了考试 为了某一个功利性非常强的目的 功利性非常明显的目的 我要上一个好大学 因为上了好大学 所以我可以得到更好的工作 赚更多的钱 这些都是功利性的目标 他们就是奔着这个功利性的 这个目标去的 这个是可能是亚裔 尤其是中国人 可能是比较明显的 过去的话呢 我们可能都是通过人生啊 其他的故事 来观察这些现象 来观察形成了 这样的一些结论 但是这次在美国的 这个华盛顿的 这个博物馆前面 我更加强烈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 看到了这种现象 看到了这种结果 对吧 他们这个亚裔这些孩子 不关心科学 他们不热爱科学 他们把假期利用来 去做别的事情 他们没有人去追究 这种完美的科学表现 完美的深层次的科学内容的这种掌握和了解 没有人去做这些事情 至少比起来我看到 其他的这种白人的这些学生 他们那种热情洋溢的 这种面孔啊 在各种各样的展品之前 那种兴奋的那种感觉 对科学的那种兴奋的观察 那种感觉 那种眼睛 闪闪发光的那些眼睛 我看得很受感动 我知道他们是属于科学的 他们是热爱科学的 真正的在未来 站在科学前沿的一定是这些孩子们 这些孩子们是真正拥有科学的人 那么我很担心 亚裔中国人 这些年轻的中国孩子们 未来在美国科学界的真正地位 我很担心他们的前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